歡迎回到第三節的科技集穿網台版 第三節就是一些遊戲的新聞,一些新遊戲的試玩,以及相關的業界新聞 雖然最後的單是有點不同的,但稍後再慢慢說 因為那是科技及電玩界,兩人都相關的東西 都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類專題,所以就放在這節尾 首先先說一些新遊戲 沒錯,就是這個由CAPCON出的ROGMAN EXC合集 可能有人說,新遊戲?我當年GBA玩過,現在合集是新出的 這個合集是新出的,他有做過的事情 那他究竟做了什麼呢? 其實他將一至六集就分為兩個合集 合集一就是一至三,合集二就是四至六 也都包含因為ROGMAN EXC後些代數會有不同的版本 看到三四五六都有相應的版本給你選擇 還有就是他有附送,即是你一進入MENU的時候 他就會讓你選擇不同的代數 還有就是一些設定的美術集 或者是不同的宣傳的時候一些文件 或者是其他音樂的合集 所以作為一個合集來說,我覺得算是OK 但是我也要調一調 就是一進入MENU的時候,我覺得有一件事很不明所以的 就是你進入MENU就會有選擇Language,有選擇其他東西 大家記得其實EXC在一至六集都是沒有語音的 對,而且一至六集的時候 印象中都是英版或者日版 即是在文字上 所以這次我們這邊買回來 最重要的是什麼?就是要有中文化 沒錯 這隻故事重要的遊戲 不是你不用摸一下猜一下 那時候買日文版,英文版零計 那時候我當年都不是玩英文版的 所以我日文版真是我卡劇情的 那現在你買回來 當然是想用中文化 現在官方中文化是很有誠意的 當然是選擇中文化 但是選擇中文化,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你開個MENU的時候 第一次就是一個3D的洛克人來迎接你 那就很開心 還有3D的 對,但是我因為選擇中文 他第一次就說 你好,歡迎回來 其實呢 我們只是想一些字去轉做中文 你不用搞洛克人都跟我說 國語我的普通話 其實這個案子有點像 我買了一隻Bio回來 Bio回來 Leon也是先說普通話 那其實 我不是說普通話的配音不好 問題是在於 你剛才說的RE4 RE4 Remake 其實可以把你的字幕 你的語音 可以獨立設的 只是說還沒設的 這裡是不行的 就是說你要正看中文 你就要聽普通話語音 你要英文就英文 語音,日文就日文語音 這下真是搞笑 因為這個年代的遊戲 都被人分開設的 正如我現在經常玩 近來很多V在這裡玩的 就是魔法戲譜對俄羅斯方法 那些角色會不斷在說話搞笑 那一隻是可以語音和 你喜歡說什麼語音都可以 你喜歡說英文還是日文 還是什麼都可以 它是語音和字可以分開的 正常這個年代的遊戲 是有一樣東西 但它這隻沒有 搞笑一點 還有呢 我剛才說過一字六集 其實是沒有語音的 那這個東西在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每一次你開遊戲的時候 一陣子它要一些Greetings 或者是一些一兩句語音 那其實你不搞都沒有所謂 我是原本要 我記錯了 是不是五六代有語音 所以它要放一個這樣的東西 它又不是 那東西究竟是for什麼呢 for一個懷舊的 purpose 還是想跟你說 其實我們有能力做3D 但我們不做新遊戲 我們做一個合集呢 那我就覺得有點奇怪了 但是又這樣說的 是因為剛才我們呢 專家跟Compare過 首先是南哥很有趣 因為你們買PC版 買Steam版 你拿一部Steam Deck來玩 我說笑話 哇 你這部真是巨型GBA 因為看到你的畫面 就是在玩GBA當年的遊戲 玩巨型GBA 那我拿了我的 開完機 然後我試了開個ROM 就Compare一下畫面 其實很多人都說 喂 沒什麼改過 因為它本身的畫面 其實你可以改的東西 真的不是那麼多 但有個Graphic上的東西 因為當年GBA那個像素 跟現世代的螢幕的像素不同 當年那個點點螢幕 以前的圖 在ROM裡面的圖片 那些size 是跟回當年的resolution 其實你現在就算 你用模擬器開 你玩硬解或什麼都好 那些圖片是救不了的 因為 始終它有多少resolution 就是多少resolution 但是現在去到這款版本 至少那些都跟它做過 那些resolution 大了 你只是進入Menu 背景已經不同了 所以這些位置 你會有種感覺 它真的做了事情 撿了一些東西 所以 如果你玩那些無聊器 你做去鋸齒 會是很蒙的 你現在在這裡 我看到鋸齒是少了 然後是不特別蒙的 它應該是做了 有些工序 所以這些位置 這隻懷舊向 或者叫做情懷向的遊戲 還有官方完全中文化了 它又做了去做事 大家也期待這些 當然你不要買這隻遊戲 期待它有現在遊戲的畫質質 只不過是一隻 它簡直不是remake 它是HD化 但是對於我以前有玩開的一個玩家 是很感動的 因為第一種文化 第二就是其實它的歌曲 我現在 就是剛才都在玩的時候 是聽到是有重新編過的 聽到音樂是不同了的 就是在這個年代 多了 但是那隻歌 剛才你開一部機 一播那隻 我有點感動 因為當年拿一部GP 就是經常玩一隻EXE 一開就是聽那隻 open ring 進去的那隻menu 那隻OSC 其實我有點感動 還有很多音效都很懷念 例如它是有個bar 你要讓它敷 敷一下那個音效 選卡的音效 或者落黑人草炮 那些東西 覺得它是做得OK的 滿的回憶 真的 你現在中文化了 我不用卡劇情 如果你的卡關是另一個問題 就是這些 在遊戲上你要去探索的東西 但我不是因為 我看不明白我要做些什麼 而去卡關 我當年是 我不知道我要做些什麼 有集片搞明在 我不知道我要做些什麼 然後我沒有攻略 我當年就卡了關 我覺得很有趣 懷悶這件事 因為我也想看一些攻略 就特意上網找一個EXE的討聞攻略 有一個網站我看到 是它從06年那時候 都還在做更新的攻略 它到今時今日 就是因為EXE出合集 它更新的東西 是嗎 我覺得是一件很有趣 也對於老玩家來說 是一件好好的事 新玩家你還沒接觸過這個series 有些人都說你作為一個入門很好 因為大佬一次 你起碼有六隻遊戲 而這六隻其實 可以這樣說的 GBA上面其中一個很好的series 就是Rockman EXE 其實GBA是 你以老任的歷程來計 它的跳聲其實 GBC上GBA那一刻 是跳得很厲害的 有很多現在大家覺得 有很多名作的東西 都是GBA出來的 就是 在那個GBA時代 真的有很多很好玩的東西 就像我自己很喜歡 機戰OG12 我玩了很多次 那就是這個原理 那我覺得 如果喜歡洛克人系列 或者想玩一下 這隻是很好入手的 至少不用做很多其他東西 就是你不用玩無聊器 等等 你可以這樣玩 還是已經官方中文化給你了 那我覺得這隻可以 那還有就是 看到大家的粉絲都說 既然你出得EXE合集 那之後的流星 或者Dash 當然啦 因為它是3DS 或者是其他掌機 可能是有一些難度的 因為超過那些 有一個touch screen 在這裡 如果它做 它要做一定tuning tune走了那些 是touch screen做的東西 那這裡它要搞三副 NDS和3DS年代 所有藥乾遊戲都是有這個問題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 去到現世外 你除了無聊器之外 可能未必那麼容易 有些方式去玩 都是這個原因 因為它的touch screen關係 其中一個例子 機戰都出了很多Steam版 你機戰W其實很難出 你真的少說 你連GBA那幾隻 他真的怎樣操作過 都可能還可以 但是 你如果真的用現在的方式 操作過就不行 大家如果做NDS無聊器 要不在PC上自己 用一隻貿易讀 要不在手機上做 所以它有一個難度 如果官方做就有難度 這個就有些事情要搞 我看到 Memes來的 這個完全無關 我看到那些人說 200幾年開始 那些任天狗 沒有人餵 對啊 而且還被人棄養了很久 那些任天狗 被人棄養了很久 我當年那樣很喜歡玩 真的 很有趣 除了一隻遊戲 我覺得它一些美術合集 或者是一些音樂合集 都做得OK 所以如果大家以前有玩過 這一隻 是推薦大家去玩 當然 不只是Steam 其他平台 例如一些實體版 好像Switch 或者是其他平台 都可以看看 因為我沒有記錯 Switch 暫時是最便宜的 是 因為我這陣子 我就算買了也不會玩 這陣子 有其他東西在玩 所以我就等它 遲些賣 先 我遲些減價 Sales的時候再買 因為它以前 Vogman X那些 一減價 就減好金 當然也出了一段時間 這隻就 應該沒那麼快 但我等下一次 Sales 我看看有沒有便宜 我才再入手 這隻我會入手 我遲些都 真的回憶 大家可以再等一等 或者看看 會不會之後有Sales 或者是 現在 我啦 我就未玩得很久 因為我Steam Deck玩 我暫時都沒有一些 系統上會輕機 或者是會 彈遊戲的問題 可能有人說 如果Steam Deck 你真的玩GBA的遊戲 但我真的流行 我不會這樣說 那他做了其他東西 是的 那 不擔心的 老實說 對 剛才所說 那些東西Remake 你有沒有誠意 好像剛才說的圖都弄過了 音效又叫做 再Remaster過 就很有誠意 接著講了一隻 是App Game 但不是Remaster來的 理論上是續作來的 就好像OG1去OG2那樣 新Game 是的 但是 令我都幾失望 極度憤怒 我不知道會不會放閃電 待會再算 話說 要聽眾 如果聽久一點 都知道我自己很喜歡 Fly Bear系 實際上 我入坑 因為當時 不入旗 無緣無故在電話上 下降了 在Tap Link上下降了 那隻音樂遊戲還沒玩 那時候玩一玩 我打算講音樂遊戲玩而已 就是玩一下 那些歌也挺好聽的 不然我就看動畫 看完動畫 看完動畫也挺好看的 那些角色也挺有趣的 然後弄一弄一弄 就弄到現在這樣 是的 就是那些最初 又說 那些偶像花 我很少看完 又是拿創本法真香 我現在是那些 我們兩個都經歷過 咦?VTuber是什麼 沒有看的 我不特別看的 震向 今天誰開Live 去看一看一看 然後我經常在那些生熟肉 大家都知道 Love Life 作為一個 都大的IP 出的遊戲也多 但是為什麼會發生 你說會有憤怒呢 因為 其實最初的遊戲 就是剛入 我玩完之後 入了坑那隻遊戲 就是Love Life School Idol Festival 就是Fancy門簡稱LLSIF 或者叫SIF算 SIF就是2013年那時候推出的 那是 音樂 它真的是音樂Game 很正統的音樂Game 就是 九個格子 九個圈圈 就是九個成員 然後你就是玩節奏Game 去讀 其實是好玩的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 以音樂Game節奏Game 覺得很好玩 但是 始終這遊戲 真的是2013年出 所以 介面上 和很多遊戲上的東西 都真是舊了一個世代 也是這樣 變成 來到今年 二三年 就說了 就會關閉了 SIF這遊戲 然後 就會出一隻 SIF2 待會再說 有些轉過去的東西 總之就是 關閉了SIF 然後就開SIF2 就說 是更加貼密 這個年代的 遊戲 要的那些介面 各方面的東西 對 所以舊了一隻沒辦法 就算以前 課過多少金 你有多少卡 都沒辦法 你都要投入一隻新遊戲 但官方 先說一句 官方就很好的 初初就說 你可以把資料 抄到那隻 雖然那些卡 就因為已經 沒有了那些卡用了 所以 你就不能拿回那些卡 來用 你還是要重新抽個卡 組個隊 但就說 會有個Gallery的位置 給你去看 以前自己收集的那些卡 他會這樣說 所以在關伏之前 那時候有很多玩家說 有多少免費抽券 有多少石 那些紙 用了去 等自己的Data Base 有這麼多 接著在新遊戲看 你就在Gallery的畫面 你就看到自己的卡 可以更加多 可以更加多 卡補 老實說 你這遊戲 真的是 叫做舊了個世代 各方面 你要大家再課金 再給多一次錢 這遊戲 明白啊 再相完相沒問題 問題是 先講抄了一樣東西 因為小弟 以前的遊戲 我不算很齊 卡 但也有抽過藥乾卡 當年大家經常笑 什麼 10000日圓加5000日圓 買一瓶差就是貨 給這遊戲 然後抄到新遊戲 我打算你開回以前的Gallery 介面給我 即是跟以前的Gallery 就是看成員一樣 我就按自己的那些卡 我打算是這樣 他又不是 他真的做多了 他一開下去 有一本很漂亮的相簿 相簿 相簿說明是你的回憶 然後呢 將不同的卡 分成系列 放在那裡 這些會是 什麼Wonderful Watch 那件衣服的那些圖 這些會是 什麼春天新年參加的那些圖 這些會是哪一個 Event的圖 都放在那裡 又好像滿滿的回憶 那樣很開心 按下去看看我曾經收集什麼卡 他做多了 他的介面 一按下去 我當你那個Event有五張卡 他會五張卡 的位置都放在那裡 然後你有的卡 就會是有顏色 你沒有的卡 就會有一層白色的沙在前面 好像按不到下去 鎖了一個按鈕 然後你就會按到那個介面 發覺 這個是五張我只有一張 即是差勁 你可以看自己的一張 你看著周圍那四個格 就是你在看著那四個格 然後就是不讓你按下去 就是要讓你看看你自己多失敗 當年為什麼打不到 為什麼抽不到那幾張卡 他可能 不齊人 他可能就是 暗黑商法叫你 記住現在一直貨了一些 但那天我看到原本 那個問題是 你有方法讓我貨回那幾張 我都還明白 你現在不想是 我那天按下去 我真的想說 是不是我給錢可以有的 不是 你沒有這件事 但是這樣說 如果第二天你給錢可以 unlock那個位置 你是暗糕的 所以基本上就做多了 你不要做相簿 你其實做回以前那個 Gallery 介面下去 我有哪些卡 就見哪些 我沒有哪些 就不要見哪些 你現在都給大家看 結果我只不覺得 你不如unlock 全部相片 我可以按的 然後我有那些按 有些special effect 會不會好一點 那現在我首先覺得 那個決策已經暗糕 即是那裡有些感覺是 你那個繼承 舊相簿的功能 你是用來羞辱我的舊玩家 你不是用來給我看回憶 現在就是給你看的 有哪些拿不到 這樣 那一刻老實說 我真的有點生氣 我覺得你不如不要做 你不如跟我說 可以繼承 即是export PNG當給我算 還有我最想說 你用不需要這麼沽咎 那些圖 你上網打已經全部都在那裡 別人還弄清了那些圖 問題是 你又裝模作樣 要給我繼承 之後就把圖 錄了 跟你說你抽不到 我已經覺得很昂貴 接著我就 算了 那些東西已經過去了 那些圖 老實說 我都有幾本畫集 都齊了幾圖 在那裡的 我那幾本畫集 不知我發覺我還是 我買差一本 我遲就買過去了 那我買了畫集 那我不看你那個 問題是 接著這遊戲 我都很感謝你失望 首先去九宮格 錄法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好玩的 我昨天安裝完app 因為昨天開服 即是錄音的昨天 接著 我錄回那些九宮格 我還是覺得很好玩的 但問題是 最初說 你update這遊戲 來回這個年代界面 那你因為 最重要現在它有幾個遊戲 有一隻 ALLSTAR AS 就差不多全3D 那些納粿 你抽回來 就是 很漂亮的圖 然後出到角色 你可以入角色界面 去轉那套衣服 去穿 那你可能 你把角色的角色 它會有些動作 做一下 或者你放在一個 開機 開了進來 lock in 界面 有時候會在自己 講話之餘 會有些動作做 很有趣的 但這隻 因為同廠都是Bushy Roll 我以為 就像AS 那些人變成3D 你都不是還沒做3D 在那邊齊了 你少了 恩星團那一班 那 我打算是這樣 不是 你 lock in 完進來 你設定了哪張卡 是你的lock in 畫面 就展示那張圖 在那裡 頂盡可能有些效果 在旁邊 沒有3D 新遊戲 2023年新遊戲 新遊戲 SIF2 所以現在我剛才說 這隻是SIF1.5 不是2 那天我已經有些失望 我心裡 好厲害 你現在不是展示一張圖給我 我按進去 我那個Gallery那裡 我看不到圖給我 我以前抽不到卡 我看不到 你這張我看到的 你展示在那裡做什麼 那你不就好像 OSA那邊 一直有個成員 就在那套衣服穿在那裡 我不知道我可以換了 那也好一點 他又不是 他沒有做3D的 那你沒有做3D 就是這樣 然後 我就放在那裡一陣子 聽一下那些音效 那些角色會說什麼 就是剛才說AS那個 如果你在lock in 頁面那裡 去說對白 你unlock得越多 就越多對白會在那裡說的 這些對白是新的 對不對 好厲害 SIF一聽那些對白 啊 這麼熟 不是我SIF1的時候 那些音效來 他連重錄都沒有 重錄都算 連音質都是一樣 因為以前那一隻是舊了 你音質的人 回到以前那些冒命 我可以說 他沒有重錄 Exactly 用回那些音效 我真的覺得 好像除了介面不同 之外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移 我這下真的有點生氣 我覺得他不是1.5 他像0.5 那不是的 他比以前多 1.5 1.1 1.2 但是他那一刻 他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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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因為他跟公司 你還有另一隻遊戲 而那一隻不是這樣 你剛才說的 其實 你只要Show 你可以按進去看看 你得到了之後 那些什麼 而不是按不到進去 跟你說 你廢柴 你不課金 你這樣 你不要讓我繼承 我真的有一個感覺 你彈過去 叫我買個五本話集算 我好像沒那麼生氣 那一刻我就生氣 然後他的音效全部是舊的 我又有些生氣 然後按下去 按下去 玩遊戲 以前那些人就夠病 說 狗公格好玩還是好玩 但是呢 那個介面夠了 因為你好像玩All Star那一隻 大部分的遊戲 即是有些遊戲 可能被實裝3D 他實裝就有3D那些 直接是玩的時候 就拍攝那些你選擇的角色 即是如果你選擇了重複的卡 就會換了另一個 原本站的位置的成形 他就直接在做那一場Live 給你看 然後呢 那些混鏡還很好看 即是好像看MV那樣的 他現在呢 後面有個電視機 以前就是網位前的那些卡 我沒有彈張立繪出來 那我都明時改測 現在OK了 2023年了 他後面有個正方位 好像你在遠處 山頂位 看著演唱會的那個大電視 那樣 那個大電視播什麼呢 不是3D的 有時候送一張卡的樣子 立繪 有時候定價 有時候定價 但如果好像有MV那些 可能他在後面播MV給你看 真的多謝 他播MV是怎麼播 我剛才說一句 另一隻遊戲 你拍一隻營運地的Game All Star 是直接把這堆成員的3D 3D一場Live給我看 我很開心的事 可能只是看我的Live很久 他不是 他就算如果 我還沒玩過那些播MV 如果播MV 我相信後面都是有個 MP4檔可以播MV 他可以播那段片給你看 不是真的把給你 還沒說我3D的B 我可以每個人轉3 我轉了B的歌套衣服 去比他玩A的 轉到每個人不同的 任你整 我還可以轉成員 雖然那個人 那句歌詞是A的人唱 會變成B的人唱 有這個問題 但我至少可以做 而且其實每一隻歌 你轉不同人的歌唱 每個版本都錄了 那些舞步 你轉了另一個位置 你聽到他唱的歌詞 那句歌詞是很奇怪 但他的舞步 他的動作會做足給你的 意思是他錄 錄了那麼多個不同版本 就是他做得多 有心做這些 他會齊齊全部人的動作 去做那首歌的位置 這首歌真的好氣 我現在聽到 我真的不知道 升上了什麼 因為一來我SIFI 時間關係 還有我只顧著玩Ossa Sorry 然後我也少開很多 很多東西我也沒玩了 後來 有時候開是Nioklin 但是你跟我說要轉SIF 而最初我想 我舊的東西 你讓我抄個Gallery 過去就算了 這個Gallery就是羞辱你的 告訴你你抽不到什麼卡 都算夠熟 我打算 你轉過來 算大家要再課金 課金要再抽 再抽 但我打算換來 是可以得到 你的界面 終於來到這個年代 一隻update版的SIF 我打算你3D Live 就不掉了 Sorry 沒有 那你講來幹什麼 還沒說 他唯一有些位置好像做多了 如果在AS那裡 你按劇情 看角色劇情 就是立繪在那裡 然後有時候可能轉表情 接著就是 會是下面繼續說話 就是如果看劇情位 那些不是做3D Live 那時候 那天是立繪TrueD 最多人說 某對白轉了表情 整張圖轉 他現在聰明 他跟你TrueD扮3D 照顧自己再不够 嘴巴 Faculty搅拼 這時 他會特地張開 張開 張開 像什麼 修拔 我覺得 其實他的手 傳領 課金的 那是很古怪 好像沉木偶的ized 或者好像收拍最初剪紙那一隻 你不如那位置你不要動給我 我那天做多了,這個做多了你不做更好 你做出來不要看我,就是看AS那邊 你靜換表情給我OK 那你現在就是,你來這裡 原來你又沒有3D 然後你只是介面的東西改了 它的介面是現代了,有些圖按下去 旁邊好像有點像宮廉那樣東西 可能宮廉那張圖很漂亮 有時候旁邊有些Effect 或者角色有少許 movement 他就是那些圖有那些做法 但是一隻Idle Game 唱歌跳舞的,他沒有3D Live 在那個年代 然後你跟我說,就是為了這樣 就要剪掉一隻一 讓你的東西重新抽過 我也是明白在商業上要 但是你現在令到我不想玩這隻Game 你做了太少的東西 你剪掉舊那隻 將大家的Game收皮 當然是說,你換來的 我以為你會做一隻真是SIF2 你現在是SIF1.5 只能升級UI 然後就變成嘴蜜蜜 好像收拍最初的樣子 你搞什麼呢? 我真的有點生氣 我裝完這遊戲之後 雖然個個案是有少少不同的 但是它剪掉了舊那隻 你新的那隻又不是特別好 我也是想起GTA三個Remaster 那我現在界面真的更新了 來回這個年代的界面 但是你只用UI來 我剪掉舊的遊戲 我真的純粹覺得你想搂 我不是... 什麼 你搂水和引到你... 包包都開了 不是,引到你很懶惰想付錢 跟你覺得你是純粹想搂我 是有不同的 現在純粹想搂你 然後圖片我覺得都很漂亮的 我現在開來免費抽一下 有什麼圖片 加上時間關係 我未必可以不斷玩 而且我現在也是玩AS多的 喂 AS那邊 至少我開出來有3D 已經不同了 3D還要漂亮 這邊什麼都沒有做 你還是抽那邊的衣服 就是那張圖 你不能抽那件衣服 給那個角色換出來 然後3D跟你在動一下 動一下很有趣 我真的覺得吃屎 你真的好沒誠意 好沒誠意 還有,你是在收了我的舊肌皮 就是這樣 重要 真的你沒有那個Gallery 我寧願你不要讓我繼承 我還沒有那麼生氣 你現在就收了我 你沒有這張卡 你沒有這張卡 我還是沒有這張卡 那你送給我看 你不如大方一點 讓人家當上網看完 以前SIF過往記錄有什麼卡 你有這張 你點一顆星給我 告訴我我有這張卡 還有你真的好沽咎寒 其實你本身不是想叫人再課金 你純粹是想送給那些 舊玩家的東西 你本身都沒有東西吃虧的 你抽的那些卡都不是那堆 你PokerIndex那些 這樣被人開來看 就算了 你還有舊那隻 而且都是那樣 我不是說什麼 但是那些圖上網 都齊了 合集在那裡 你不是真的那麼矜貴 我開來 我好像開心一點 在遊戲裡面看一張圖 還有你那些圖 那本畫集 在我家的書架裡 我欠一本未買 前面買過去 我只是這樣而已 你現在不用這麼沽咎 所以這隻真的 我不知道有這麼說 因為有些人經常說 一邊親生女一邊什麼 其實有一點感覺是 AS那隻 即是 奧沙那隻遊戲 真的沒有試到那邊多些 這隻遊戲感覺上 雖然沒有試到那邊 但是好像是 Sunrise系那邊多些 那邊現在的東西 就比較古怪 還有這邊有一個東西 對我個人來說 我不喜歡 以前有張卡抽出來 你不要賣掉它 現在好像沒有賣掉 我找不到 我抽了兩張 是不是他發現 你太多人賣某些幾個角色 以前就不知道 因為 你老尾 我昨天抽一些R卡 有兩張唐可可 我想賣掉它 我賣不到 這個就是 為何要出新版的原因 當然賣不到 就是不能賣卡 我老實說 這唐可可UR出來 我賣掉它 現在沒有 我還沒找到 我不知道有沒有 有 因為我昨天按了一陣子 我想賣掉兩張唐可可 我按不到 所以我現在更加不喜歡 對 那AS也不能賣卡 但AS那邊 未加恩星團下來 這樣說 那邊也是說 大家相信 那邊沒有試到那邊多些 而紅團才沒有試到親生 所以那邊是沒有試到 那邊是紅團為核心 那對我來說 是不是我應該更加喜歡玩那邊 你那邊是紅團核心 這邊 你一會兒又要塞幾張 我學UR給我 我想要嗎 這些很個人問題 這已經不是一隻遊戲的問題 是我的個人問題 那你喜歡星團那些 你只有那邊可以玩 但是 怕我沒得買了一張 我不滿意 簡單來說 如果你想玩一下音樂遊戲 這真的好玩 但你不要打算有什麼3D 如果想見到 Love Life的成員 除了星團那班 因為那隻沒有星團 你想見到3D 有3D的Live給你看 你找回All Star All Star我到現在還是玩得很享受的 就是這樣 唉 但作為一個國外人來說 聽你放閃電都放了 我算放閃電 算的 那也不算 我算的了 是啊 是啊 就是作為第一集 都算不錯 聽你講 那真的是年代關係 就是年代關係要更新 那如果是 現在 我不知道叫1.5還是0.5的東西 那真的好像對不起粉絲多些 還有那句 你的相簿你開給別人看 你反正都做了介面 現在好像是 廢話事跟你做的介面 是給你有什麼卡 是你自己的東西在 所以整個相簿 我只把你的卡給你 我想按個出來看都沒有 真的 那句話 你真的不是輕向成這樣的東西 你又不能讓我再開 那些決定很奇怪 現在其實 大家對SRF2的感覺都是幾一般 因為大家覺得 比我預期中 會拿出來的東西少 你連3D那件事都沒有 是可惜的 因為最重要是你跟公司 你另一隻遊戲 你的3D是做得很好 還有我想問 1會不會 無緣無故 沒有了沒有了 關了服的 關了服的 就是ApD可以了 真的沒有受報了 沒有了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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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隻手機遊戲 有得出2 其實是幾難得的事 還有我都應該是更新的 你就是說 你為了更新的 來這個年代的東西 都給你 所以你才出2 而你那隻1.5出來 唉 我不知道 對 這些 雖然我炳了這麼久 很可惜 我覺得我炳了這麼久 但是我內心是流淚的 OK 大概這麼多 然後再說一些其他作品 我覺得是幾開心的事 這個我開心的 我看到了 就是想說一說 近日一個遊戲改編的動畫trailer出了 就是一個Balhasa動畫預告 那我看到裡面 是動畫電影 對 應該遲些就在日本上 我看到裡面出了一句 寫著絕望之道 我覺得寫得十分之好 因為對波尔絕對是絕望的 哇 Balhasa動畫有五大主角 都齊集在這裡 嗯 Jill Chris Claire Leon 還有Rebecca 五個都齊集在這裡 這裡裡面你時間 撿兩個一個BOSS就麻煩了 你想想 有些什麼人 新水高Leon 近來剛剛reset出來 刀仔又厲害了 Chris 流水碎眼拳 一擠爆他 對了 雖然我都覺得他裡面的肌肉 比起以前來說是少了很多 不要緊 人家有內功 Claire 更加不用說 一隻女性式 哈哈 Jill Jill更加厲害 你看到Jill的樣子 為什麼好像跟以前不同了 對 因為他的類型是在RE6 RE6之後那些 對 對 RE5的時候就變成樣子 對 為什麼又變成RE3的樣子呢 人家加設定 或Trivers的關係 令到容貌有些改變 變回之前的樣子 這支真的是美容針 這支真的告訴你 還有就是 預告裡面也看到 Jill很內疚 因為當年的Vesca 控制了他對付Chris 一直以來都很內疚 這次又有這個病毒事件發生 就說很多人去了這個 按摩島 其實是美國一個很著名的監獄島 之後就發生了一些事情 機緣巧合之下 或者BOSS的計謀之下 五大主角就齊集在按摩島上面 嘩 我記得一張Poster 五個一起舉著把槍 我感受到那份絕望 BOSS的絕望 嘩 真是神經病 對 我就看一些令我很期待的畫面 包括我們以前說血手的時候 這個人最厲害的是什麼 電單車 人車合日 哈哈 但我怕是上按摩島之後 沒有電單車炸我 我很害怕 可能有商人運輛車給他 哈哈哈哈 就是以前扔火箭炮 被人扔車給他 是吧 也看到Jill有一些小刀的戰 或者最後有一個trailer一幕 都是大家一起打大怪的 對於我來說 我是挺興奮 因為這樣說的 我們以前動漫戰隊都說過 這個BIO的3D動畫 對呀 說到那3套 後來出什麼 無盡黑暗那套 那套就是Netflix版 那套就不好看 但電影版那3套 你觀察論劇情多不多 吐槽點 但以爽篇來說 是很爽爽的 對呀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 一方面很興奮 像我們這樣 另一方面 對trailer是有少少討論的 包括說這個動畫 很明顯是違反了一些遊戲的設定 我還怕你說違反了一些物理 厄招的是有的 厄招的是我也是的 我自己就覺得 除了Chris沒有錄的設定之外 我沒有那麼反感 因為有些人反感到 這套東西是倒毀了Capcon 現在的V4 以及之前的遊戲 包括動畫質素低落 為什麼現在V-Engine 那也叫低落 對呀 為什麼CG算是 為什麼人家用V-Engine用得那麼厲害 或者在BIO 8裡面 Chris的形態 或者表情 神情 去到一個比較成熟的位置 為什麼要回到現在這個樣子呢 或者就是 那些角色超級定位亂 包括Rebecca 本身的《醫療兵》 為什麼會變得那麼好 或者是Jill 或者是Leon 那些東西 我就覺得 我們之前在戰隊說的 我對於這裡的期望 只是爽片 我覺得它未必是 好像BIO那樣 都是很嚴謹的 一些恐怖遊戲的設定 甚至V4都已經不是一隻恐怖遊戲 不是呀 屠村而已 你屠村失敗就被人打死 我想打死那個人 或者被各位打死 那我可能說 究竟動畫質素 會不會真的 不是一些新的Engine Unreal Engine 或者其他動畫Engine 我自己看Trailer 就沒有說到很難看 我覺得它動作也流暢 其實應該是相似之前的 三部電影用的設計 應該是 即是更新版 但是呢 如果你說 動畫的製作質素低下 我又不太覺得 如果3D動畫 我上次說 血仇 你不要管 血仇的動畫質素是高的 我很喜歡血仇的 我也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 還有呢 以一個Trailer來說 純粹說過Trailer 我覺得血仇的吸引力 是比這套的 因為那邊的Trailer 簡直是假裝John Wick 這一套的吸引力 就是它很多的主角 這件事我也很期待 但是那時候血仇 全部播放John Wick的位置 又拿著電單車 沒有傷的 其實那時候我看 我竟然很有興趣入場 但是現在 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呢 跟我當年在巴奧錄的時候 是差不多 就是都是齊了主角 那些這樣 齊了主角齊了 不過 感覺上是 Trailer好像很多人 是啊 都怕它亂 怕有點亂 但是 動畫質素真的 你以回3D的動畫電影來說 這樣叫低就真的很嚴重 那我猜 我們之後有機會看這套的話 這套的 你拿電腦 你玩這遊戲和你做電影 其實是兩件事 我覺得這套的電影不是遊戲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喜歡的方向就是 流水水岩拳 人車合一 或者剛才說John Wick 或者五大高手一起 怎麼約過Boss 他弄了多少棟樓 這次應該沒什麼棟樓 他在一個島裡面 就整個棟樓炸了 等一下沉了 Death Island 就弄到Death Island 其實想回上次血仇 我也覺得故事是有套租點 但是 動作 動作 我真的覺得是很爽快的 沒錯 所以對我來說 我是很期待 亦哥希望到時候是爽片 我最期待 最希望 在惡魔島上面 有電單車 被Leon開 我不希望入了島之後 就沒有電單車 希望後面可以找電單車 跟我們合體 那當好像 那秘遠看有沒有sponsor Gekaki可能現在生氣 撲給大家嘗試拿車來撞 再sponsor你 嘩這輛車厲害 撞大佬也可以 上樓也可以 乘搭 乘搭 乘搭一隻沒問題 我最喜歡乘搭這間戲院 我就笑一次 叮一聲開門 一開門 笑 我期待 其實你說的時候 我都不會後悔那時候入戲院看 隔了那麼久 我還記得你的劇情 哪怕吐槽 怎麼說 我在戲院看我看了很爽 當然 如果他未來有一些真是很恐怖 例如Bowl 8的那隻 第一身的 或者是其他的 Bowl 8時期也很恐怖 在Welke Dread 那時期 那些不是嘛 不過很方便 你說哪一方面是恐怖 爛的方面 但是我也覺得 不同方向的嘗試是好事 我來享受的這些東西 我是期待的 有些人覺得要正經些 或者怎樣都OK的 電影這邊也是玩這東西 如果一看我上入戲 你恐怖的 我會想到 Wesca 副黑超很恐怖 對 Wesca 那時覺得很恐怖 所以被黑超他最難 好像說很慘 我大口音很痛 然後被黑超 怕我用了Wesca 做了一批icon 對 這件差不多了 到我們今節 最後一件講的東西 都是今天的主題 沒錯 就是Discord Minecraft Server 文件事件 在講一宗事件之前 我要很認真地戴上所有頭盔 還有勸勸大家 我之後講的竊物事件裡面洩漏出來的文件 大家千萬千萬千萬不要去搜尋 真的不要去搜尋 是真的很嚴重的 我們講一宗新聞 以及新聞報導不同媒體報導的事件 還有怎樣搞一會都會講 講這宗出來的原因是什麼 我想跟大家講的那個題目 講回整宗新聞的內容 為什麼是關於Discord或者Minecraft 4月9日 一間在荷蘭的調查性新聞網站Berlingcat 就出了一篇調查新聞題目 就是From Discord to 4chan The Improbable Journey of a US Intelligence League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很不可能的洩漏 就由4chan到Discord 事源就是在Discord的一個Minecraft Map Server 就是大家在上面share map或者其他一些Minecraft上關的事件 的說法裡面 在4月初《紐約時報》報道了一些支持俄羅斯Telegram Channel的 就有五張有關烏鵝戰爭傷亡比率的一幅圖出來 Berlingcat在調查的時候就發覺這五張有關烏鵝戰爭傷亡比率的圖 是被人修改過的數字的 當然啦 可能有有心人修改了這些數字 令到數字比率是有距離 或者接近某一邊的人 他們想要的一個Data面貌 Berlingcat就發覺這五張照片裡面的數字是被修改過的 但是這五張照片本身是機密文件的根本是真的 那究竟這五張機密文件在哪裡呢? 就很奇怪的 因為他們經調查之後 就是我剛才說在3月初的時候已經在一些Discord Channel裡流出來了 而其中一個就是我提的Minecraft Server 那這個Minecraft Server呢 你是不是說裡面是討論好政治事件啊? 很多不同的東西啊? 不是的,它是一個真的Minecraft的討論server來的 哦,即是給Minecraft玩家的 是無緣無故有一天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有一個人就是說 即是講開烏和戰爭 突然就說 給你一些流出的文件吧 就那五張 真是很古怪又飽了 很古怪 然後還要Berlingcat繼續去 這個網站也很厲害 其實那些調查員 我覺得他用了幾個時間找到細節 就是這個Minecraft Server都未是最先最先流出的一個源頭來的 他追查了就是在另一些Discord Server那裡 forward出來 再去看那個Channel已經有人流出了至少三十份不同的機密文件出來 哦 而這個是三月初的事來的 那當Berlingcat和CAN說的時候 他追查了一句我覺得是整件事最最最最荒謬的地方就是 This shit was sitting in a Minecraft Discord Server for a month and no one noticed 即是說 但這些機密文件在這個Minecraft Server 整個月都沒有人發現 即是那幾張照片 在裡面整個月都沒有人知道 是的 然後是因為有人 forward了出去 就去了不同的Telegram 或者大眾的新聞媒體才發現這件事了 而Berlingcat再調查下去的時候 那一陣子就發現不止五張那麼少 是有幾十張的機密文件 甚至這些文件是經過4chan 和其他Discord Channel流出來 這些文件包括什麼呢 烏鵝戰爭最新的戰線情況 物資佈局 甚至是西方戰線的防衛和物資資料 甚至未來戰勢的情報估計 所以現在美國人說這件事比Wikilis更厲害 是 因為會包含 說少說這些理論上是要一些特務 去過詹士邦級數才拿回來的東西 是的 還包括烏克蘭和俄方的有關人士 已經出來發表過不同的講話 也有些報導的分析 就說對於烏克蘭未來幾個月的戰略佈局 是有很重大的影響的 哇 這樣嗎 當然是估計的 可能有些東西本身是不是都可以有些調動 是的 編報道或者綜合其他《紐日時報》的報導 或者其他東西再追尋下去 其實在Minecraft Server之前 還有另一個YouTuber的討論 Channel流出來的 但那個YouTuber是自己不知為什麼會有人流出來的 也都未必看到的 即是他不是經常在Discord Channel 但Discord無緣無故流出來的 還沒有人在上面 即是有心散步出去不同多人的 Channel 就扔進去 這樣搞閃不少一點 所以呢 這件事是十分之奇怪的 第一 為什麼會在Discord上流出來的 還有另一件事 為什麼會在一些這些 Channel 如果你說是一些 例如軍方或者是一些相關的討論 交流入什麼暗網那些 亂合了 是的 但是大家 要成省戴著那些 Tron的衣服才能拿到那些東西 但是也看到那些文件是用相機拍的 那究竟是怎樣 再多帶一個頭盔 這件事其實到我們錄音的今天為止 還是一個持續性的新聞來的 在我播出那天 可能會有更多的報導會走出來 把你新的資料 如果有任何的 即是說一些某個時間上 已經有的新聞資料 那今天就是16號 我們錄音當日就是星期人來 那中間有幾天時間 那因為是半國聚來的 所以FBI和CIA都不停地查 那Discord當然就說一定會合作 而在近日 FBI真的抓到一個21歲 在美國空軍國民警衛隊基地的一個年輕人員 就抓了 就拘捕涉嫌他洩漏這個軍方的機密情報 即是軍方工作的人就不是完全是軍人 是的 那為什麼會弄成這樣呢 因為當然有些《紐日時報》的報導 你看回 剛才說的是用相機拍照的 他用相機拍照 就說對比和他廚房的瓷磚的花紋 和他的照片後面的花紋一模一樣 是的 還有就是說根據調查 他本人未必是像我剛才說的 在一個表現上 即是現在暫時調查 應該就是某個間諜來的 甚至不是像之前的《Wikileaks》 人家真的想達成某些政治目的 即是他有他的目的 是的 或者是不是暴露戰爭罪行 不是的 他也在朋友之間說 他是一個比較愛國軍人 為什麼會弄成這樣呢 其實是不是聽到 撇除任何陰謀論 現在聽到的感覺 好像他是純粹一個Troll 不是的 即是有些人 估計報道 他真的可能跟其他朋友 在Discord那裡討論的時候 就說討論有圖有真相 所以鋪了一些圖出來 就是鋪錯群嗎 不是鋪錯群 不是鋪錯群 他鋪了上去 就留了資料在那裡 然後其他人拿出來給別人 是的 其他人可以通知到 所以 真的有圖有真相 這個真的有圖有真相 所以如果你看那段拘捕的片段 即是FBR是真的 整隊人 和賀槍實彈連上車 在他門口裡抓他 是是是 當然啦 一出一宗新聞 大家就有很多的討論 第一就包括 一個低級的人員 為什麼會拿到一些 機密性這麼重的文件 有些人就估計 因為他是一個電腦人員 那究竟是不是一些 權限上 或者系統上的東西 令到他 有些人 國防部也沒有製造十七個火鍋 國防部也沒有火鍋 X 即是甚麼 給個權限人 真的要給個信封人 即是實體有份 他拿到一個信封 可能 對不起 藍天和我研究會 對不起 對不起 那有些人員 就去研究 是不是跟Discord 是不是真的有人 是用Discord 來做一些溝通 所以令到 即是間諜行為 不是間諜行為 我已經不是說陰謀論 或是間諜行為 純粹有人在Discord 說這些東西 所以有人流出來 或者是 他們本身系統上 有一些權限性的流動 或者是很容易 被一些技常員 拿到這些文件 因為我們真的要撇除 一些間諜或陰謀論行為 因為 層次已經不同 對 還有就是說 為什麼他拿完出去之後 可以流出去 是不是有些人 看到之後 都是覺得有圖有真相 的時候 就跟人聊天 就說 有圖有真相 這樣 都說我看到這些資料 然後就來了 應該 對 你聽過真的 可能是這樣 所以我為什麼覺得怪的地方 就是因為這一宗 如果你說 好像Wikileaks 或者為了政治目的 或者大意而洩漏出來 大家都覺得可能有原因 但是如果為了 同一個Minecraft伺服器的人 去說有圖有真相 而搞成這樣 我覺得整件事是十分之怪的 給我感覺 真的很怪 好像有一部電影叫 CIA光碟 失蝕事件 但問題是 那個電影裡面 失蝕的東西 其實是一樣無關痛癢 完全沒有價值的東西 但你現在就好像 在拍CIA光碟 離奇失蝕事件 而裡面的東西 真的很重要 對 對 有這個感覺 很古怪 這件事 我真的 我心迷你 我心迷你 都是說一句 現在還是持續調查中 因為近日 就聯合其他不同的事件 包括TikTok的討論 美國對於聽證會 以及現在Discord的安全性問題 我為什麼會說這宗新聞出來呢 就跟大家說 有時候真的 有些東西就不要放上網 網絡不是一個 那麼安全的地方 哪怕不是說這些 事物向的 而是 開玩笑的說 你公司份文件 你都要小心處理 你剩下的東西 任何東西都要小心 你不要想著 那個客人問 我的朋友是我的客人 他問我 我平時打機 我給你一份文件 都很麻煩的 這些不是說 要國家級的東西 是一些很個人的 涉及私隱的東西 你有可能都不可以這麼亂給人 甚至有些人會專程 做好擠檔 去擠了一些重要文件 才會被人 用什麼密碼開 都有這些 這些東西是很注意的 現在很明顯就是 那種好像 是不是隨隨便 被Discord聊天 所以被人拿到一個檔案 而人家又在Discord 有一個Troll的人 就亂來到處傳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當然你可以說 是不是一個陰謀量Cover-up 它真的是一個間諜 陰謀量 沒有人討論 你應該猜到陰謀量 我從一個比較調換的角度出發 Discord是一個好的工具 這段時間都用到Discord 或者我們也可能有其他的 友台都用Discord來做一個主要的溝通 上次每下我們兩個都用Discord來開台 但是 都是那句 有些東西不需要放上網 亦都有一些東西 是不需要真的有圖有真相 然後跟別人去說這些 網絡是方便的地方 但是同時間安全意識都是不可以掉 你想想 很多不同類型的戰略分析 或者是 究竟澤連司機在這個時刻 在想什麼 或者對著你的盟友 會覺得原來是這樣的 你不懲罪 當然我們這些事情 就真的很難去說 但是 作為一個有使用科技 大家有使用科技產品 科技產品的時候 其實都要注意一下 真的很老套地注意一下 網絡的安全 如果稍不注意 是很多不好的後果出現的 最重要是小心 像上次說Snapping 2 那些重要資料 所以原來 你說是mark up完 它是可以沒有的 那你就不可能做一些工序 類似這些 每樣事情想多一點 就可以保障自己 可以 以一宗所謂洩漏 很荒誕的事件 就是說 這次的原因 或者用的用具 其實是一些很平常的事情 甚至是 它不是有什麼政治目的 或者是什麼 真的可能 有些人報道 它是混亂了 你說Minecraft Server 它是不是打擊 它不是的 它是其中一個驚洩漏的頻道 但是 它可能 有些人推論源頭 只是一個 就是無緣無故 有一天 有個Discope Group 突然達五張東西寫著機密 就是你比用 那些人 可能你在Discope Group 平時講遊戲而已 你隨時還沒想到 還沒意識 那些人會弄成假的東西 神經病 還有現在有小恥 真名上網 沒有人相信 你真的在某個時刻 那些東西放在Minecraft Server 那些人真的 哪會有什麼東西在這裡 可能是這件事 所以 真的很奇怪 網絡這件事 不同工具 那個奇怪的東西 就出現了 我們在最後 都要重新多一次 我要帶多次頭盔 去提醒大家 也真的不是頭盔 也真的要這麼注意 真的很認真 不要去搜尋任何有關這宗新聞的圖片 我現在只不過是把一些報道 告訴大家 作為一個提醒 我也不會在這段影片裡 去投資任何有關的東西 最多都是有個News Tag Line 即是大家看外國媒體報紙 看到什麼就有什麼 真的不要去冒險 這些真的不要做一些無聊的事情 最重要是明白這些事情 你去找回相關的News 去看 或者報道去看都可以 是的 大概這麼多 今天真的是一宗 涉及電門的快文 可以說 最後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都差不多了 今天多謝大家收聽 大家可以去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下集再見